大家好,我是来自爱博瑞的翟庚川 我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是互联互通知 让数据流动实现高效协同 本人一直从事于制造业的数字化建设工作 熟悉先进的管理体系也有过多年的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经验 同时也有机会深入实践过德国工业4.0的多个项目 做了很多这种标杆项目的建设 实践经验算是比较丰富 本次也是将多年的经验从互联互通的角度进行了总结 希望可以为咱们中国的企业在数据化转型道路上提供一些帮助 本次的内容将从四个方面进行介绍 第一是互联互通的定义 第二是如何实现数据的高效流动的方法与安全保证 第三是企业如何规划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 怎么去落地 那第四也就是最后一项是最关键的 我们项目的落地的成功的关键要素之一 就是要以人为本要通人性 首先第一就是互联互通 我们所讲的也就是我个人所理解的互联互通 它是内涵是什么定义是什么 那么提到互联互通啊 大家首先想到就是数据信息的联通 那么在生活中呢比一比皆是 比如说手机移动支付 我们的在线视频会议 包括这次的疫情 就是比较技术发展突飞猛进的 远程的运围远程的问诊等等 那么工业中怎么去解释互联互通呢 其实最直接的呢就是从传感器到控制器到信息系统 还有系统之间的连通 比如说ERP啊MAS等等 这其中还会有信息系统与人 机器设备与人之间的信息的传递的一个过程 那么从技术上来讲 也就是通过电子通信技术 ICT技术 将现实世界的对象进行连通的过程 因此 一定要强调我们的互联互通 是基于物理世界的连通 要分清楚哪些是技术手段 哪些是目的 我们不能说为了实现数字化 为了实现互联互通 就只热衷于技术的投入 比如说我们当下热门的5G 我们还有一些区块链啊等等 我们不能被技术绑架 还是要从实际的物理 实际的连通价值角度去考量 那么对我们工业 也就是说制造业来讲 同样的道理 就是我们的通信技术 只有有了应用的场景 它才能发挥价值发挥作用 因此呢 我们尝试从应用价值的角度 去前世互联互通 对企业的带来的意义 那么这就要从企业的 精英的本质去分析 企业精英的本质 其实就是创造价值 创造收益 也就是从我们企业生产活动中 获利利用好资源 也就是一直所讲的人机料法环 对吧 在保证质量 保证交期的前提之下 我们快速的低成本的 去把我们的订单交付 从中去获利 那么理想的情况是 利用信息通讯技术呢 让数据流动起来 更好的把这些资源 也就是比如说人 比如说设备 连通起来 让他们知道在什么时间 在什么地点 去做什么事情 也就实现了高效的资源协同 那么从精益 生产精益管理的 五项原则之一 也就是最关键的一个 比较关键的一个要素 流动 精益诠释的流动 是什么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的 无料流 我们的工艺流 那通过这种顺畅的流动 是可以连续的去创造价值 当然了这个流动 也包括我们的数据流 也就是信息流 在数据流动的过程中 那核心目的是什么 去传递任务信息 参数信息 去驱动人设备等 这些资源对象 来开展价值创造活动 那这样的数据流动 就自然也就产生了 直接的价值 所以我们定义互联互通的意义 就是通过数据的流动 驱动资源创造价值 来实现高效的协同 是物理世界的高效的协同 那么定义还是相对容易的 但是那做起来还是比较难的 因为到目前为止 近几年虽然说我们的 就是中国制造2025了 然后速度化转型 这些实际企业投入的案例 也比较多 但是往往结果并不理想 信息系统上了很多 但是没有发挥出数据应有的价值 比如说ERP与MAS之间 产生了什么问题 有一些信息孤导 举些例子 比如说我们的生产计划不联动 ERP与MAS的计划不联动 MAS的实施的进展并没有反馈给ERP 另外呢 比如说我们的实际的生产成本消耗 没有及时反馈给ERP等等 甚至连有些企业 连物料的编码规则都不同意 一个系统一套规则 两个系统两张皮 折腾半天上了MAS 折腾到最后 就成了一个简单的包工系统 而且连包工都不及时 不准确 这样的案例太多 那么造成以上的原因有很多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按我们的理解 就是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这样一个过程 往往是由IT的人来定义 这些就是现状 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 比较喜欢玩概念 什么三层架构啊 横纵集成啊等等 更多的是利用一些 互联网的便捷的一些 学习或者借鉴 带引号的啊 这样的痕迹明显 并没有从企业的战略 从业务的需求角度出发 去深入的去做分解 做规划 不管适不适合 反正是搭了一个大盘子 开个 钱花了不少 但是效果很差 所以呢 我们其实强调啊 就是必须要以业务需求为中心 根据企业的发展 根据它的分布规划 去定制适合自己的实施路径 别人的成功呢 不能完全找问 要找到其中的道理方法 来制定适合自己的实施路径 因此这里给出的建议呢 就是在我们起啊 未来啊 真正做数字化 规划 如何高效的实现互联互通 这一块呢 就不要一味的追求大而全 还是要以当下的有效应用为基础 要充分考虑业务的需求 以及企业发展的方向 可以适当超前半步 并且呢 从技术上 也就是IT技术上的规划上 要具备一定的灵活性和扩展性 保证数据源的单一和准确 是最关键的部分 好 那该如何通过我们的规划建设 实现我们数据的高效流动 方法是什么 以及我们后面的安全保证是什么 那么高效流动的方法呢 这里我们直接给出我们的经验 就是以标准化作业 加规范化流程为基础前提 通过信息系统的合理颗粒度的建模 来实现 那具体的解释是什么 对于信息系统 从业务流程来说啊 每一个业务功能都可以被定义为一个 数字化单元 比如说我们创建生产工单 这样一个功能 那功能本身是由一定的计算逻辑组成的 通过一些输入参数 那进行计算 之后呢 输出结果信息 传递到下一个功能 这是从抽象上面去解释 那拿一个具体的例子啊 来说 比如说还是创建生产工单 它的输入信息 是在三天后要交付A类产品100个 B类产品50个 那么它就会找到 它的处理逻辑是什么呢 有了输入 它就要去响应 要去执行 执行 它就会去找A类产品对应的工艺路线 找到后实力化生产生产工单 并将工单的交付日期设定为三天之后 工单成品数量为100个 那对于50个B产品的需求也同样 那创建后的生产工单呢 就形成了输出 传递给后面的 比如说计划排产的功能 那所以说呢 想要实现高效的精准协同 就要 首先在我们的这种标准的数字化单元 要去定义出 它该接收什么样的信息 该怎么样去处理 以及输出的规范是什么 以形成后一个处理单元的输入 所以说需要一个比较规范的 流程加上标准化的作业 来对它进行约束 这样的话 单元跟单元之间才能协同 那么我们所讲的这个单元呢 就不管包括我们的业务功能 还包括人 单个的一个人 单个的一个机器 一台设备 或者说一个系统 等等 这都属于我们一个标准业务单元 每个单元都要 按照要求去工作 它的输入和处理逻辑 影响输出 是这样 那么 我们再继续举一个 更形象一点的例子 便于理解 我们一直说 我们想用互联互通实现协同 那协同的前提是什么 就是分工 比如说 我们人去做一个体操运动 这样的例子 我们可以将大脑小脑 作为这个需求输出 也就是任务下达的 这样的一个单元机构 那么四肢呢 胳膊腿 四肢 那就是作为一个执行的机构 也就是它的分工的执行单元 来执行大脑小脑 给它的这些 这些任务要求 那么四肢之间的动作 在大脑小的控制作用之下 它们通过一些神经信号 来进行过程中的一些信息传递 这样整体协同来完成一个过程的连贯性 那么 回到数字化系统 也就是说 在这个整个体操的这样一个行为活动中 我们要进行一个建模 数字化建模 其实数字化建模 就是对物理世界的一个抽象过程 它是把一些必要的关键信息 用数字化系统 一些结构化的数据进行描述 然后再通过计算 形成输出 也就是来模拟我们实际物理世界的一个活动 如果将我们的前面说到的大脑小脑四肢 等这些单元单位 独立定义为一个数字化单元的话 那么在计算机里 就是由输入和输出以及处理单元 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一个功能块 也就比如说我们在画面上 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处理单元 它由输入 执行输入的信息 在产生输出给下一个单元 这样在多个单元之间 形成这样的信息传递 构成了一个协同网络 来处理整个事件的一个响应机制 那么为什么说 我们的标准化作业 加规范化流程它重要 那么它的规范带来的是正确的执行 也就是让每个单元尽量做正确 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某一个单元 因为执行的一些问题 产生了3%左右的干扰的输出 那么它的输出会成为 下一个单元的一个干扰的输入 那么对这个单元来讲 它可能要去花费超过30%的额外的消耗 它来纠正这个偏差 但是往往的这个偏差 它无法被完全的消除 它有可能会为 它本身的输出可能会产生一个 大于3%的干扰 那这些干扰就会给下一个单元的输入 带来了一定的困扰 那么这样的干扰 在一个线性的一个处理 串或者串型的处理工程中 那还是可以 就是说它的风险还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的 那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单元的构成 它可能是构成了面 网状的 甚至于说立体的 就是一个复杂的网络的 这个基础之上的 那么一个小小的干扰 或者多点的小干扰 可能就会形成一个指数级的上升 那就打来了非常非常大的资源的消耗 这个不是我们想看到的 因此呢 强调标准化作业加规范化流程 是保证一切我们的业务流程 正确执行的基础前提 来也是来实现我们所有的输出高质量 的一个关键要素所在 那么有了前提基础 那另一个重要的要素是什么 就是我们合理的管控颗粒度 什么叫管控颗粒度呢 我们还拿这个体操运动来举例 比如大脑是 它来管理我们的四肢 比如管理我们的胳膊 管理我们的腿 如果管理胳膊 管理腿就够用的话 那么大脑更细的颗粒度 管理是什么 它还可以管理细胞 那么细胞就 基本上的数量级 就不是说胳膊腿 这个个位级能包含的 所以说这也就是 由颗粒度从粗到细 有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大脑有没有必要 管到每个细胞 那单从体操运动上来讲 那肯定是不需要的 它可能管到我们的 基本运动单元 我们的胳膊腿就可以了 所以说这就带来了一个什么 也就是说我们的管理力度 我们想管得越细 实质性就越高 那这样带来的副作用就是 我们的管理难度就会加大 也就带来了我们的管理成本的提升 那我们的建议是什么 通过我们的经验 那我们是希望以够用的原则 加上具备一定的前瞻性 来定义我们的管理的科技度 也就是说不要去做过度设计 不要太过于追求理想的未来 增加我们当前的乐力难度 在构用原则的基础之上 我们只需要保留一个 必要的可持续性就好了 还是拿我们继续拿生产管理 我们一直都在说制造业 拿生产管理来讲 基本上比如说能管到班组 就我们的管理的科技度 管到班组 班组够用就不要管到人 管到产线够用就不要管到设备 从控制角度来讲 管理到秒级 我们就不要追求毫秒等等 当然这也是根据我们行业的特点 需求而定的 也不是所有的企业都使用 要根据自己的特点去定 比如说我们的 举一个更详细点的例子 比如说计划排产 可能根据一些产能 一些约束 我们排产到班组 从技术角度来讲 还是比较容易的 那产能控制粗一点 但是可能在大多数情况下 就够用了 留一些灵活性 灵活度给班组长 然后基于生产的一些现状 灵活调整 但是如果说我们非要追求 我们要排产到人 排产到每个人上 甚至于说每个人的一些技能矩阵上 那么因为人呢 它的不能严因素比较高 比如出行 出行是无法预料的 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 请假了 那系统呢 它就很难根据这些 实时的这些动态 它及时的去调整 当然了 可能技术上也可以实现 但是我们的生产计划 因为是要协同 除了我们的人 还有我们的什么设备准备 物料准备 工具准备啊等等 也不能因为人的这个干扰 也要就是我们也不能经常的去调计划 等于到最后花了很大的力气 去用不起来 所以说最后可能是得不偿失 因此在管控的力度上呢 我们的建议是要保证必要的 在保证必要的可持续性的基础之上 也就是说稍微有一点点前瞻性 够用原则够用就好 是这样的建议 那么基于以上的一些 从那个标准的执行单元啊 标准作业加规范化流程 这样的定义的基础之上 其实我们就更容易去构建 基于合理简单的力度单元 去搭建复杂的业务流程 也就有了数字化建模的合理方法 画范围简 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也就是根据我们管理的重点 就是怎么在复杂的业务流程上去做分解呢 根据我们管理的重点 设定流程上的关键节点 定义一些管理的一些指标 比如说给装配现场 做配料配送管理 就是仓库 它要去配料 要定时定量送给我们的装配现场 一线现场 那如果说根据它的生产节拍 根据配料的工作量 我们按天按日去按它的日需求去准备 去找一天一个时间点或两个时间点 把料送到我们的生产线上 就够用的话 我们就不要去追求极致 不要去按小时的去做配送 等等 就是这样的话就能减少我们的操作的难度 也就更好的通过信息的互通 来实现真正的物理世界之间的这个业务的协同 这就是一个勾用原则的一个例子吧 有了执行的单元 单元跟单元之间形成协同 这样就有了一个信息链 通过信息链实现数据流动 来创制来实现连续的价值创造 那么信息链它本身 它也是有环环相扣 包括它的我们单元的刻意度 由粗到细这样一个过程 我们的单元形成的信息链 它的控制的精度实质性也会有差异 比如说我们的控制单元 由粗到细可以是粗是什么 最粗可以是企业之间工厂之间 然后再细一层是车间跟部门之间 再往下产现人员设备之间 也就是说不同的管控 它的实时性要求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管理的密度不一样 那么那真正的生产执行层 比如说人员设备之间 那可能就是要一个高实时性的 类似于一个自动控制的闭环 低实时性也就是上升到车间和工厂之间 它其实是更多的是管理的闭环 所以说实时性要求不一样 我们的管理的刻意度的周期 也会有差异 可能会从细的小时分秒到粗的天周月等等 不同的行业在定义我们的刻意度和管控的实时性 这块也是有不同的要求的 比如流程行业要求就更细 逼程行业更多的是在管理上去做一个管控的闭环就可以 那在根据我们的行业特点决定我们的需求的同时 也要去考虑一定的经济性 也是勾用的原则就好 那么前面说到了整个的一个管理的闭环的联通 通过数据链的流动去创造价值 那么在数据链每一个执行的单元 我们前面提到了可以是人可以是设备 那么这其中有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人的因素 人是一个不稳定因素 它会产生很多的干扰 所以说我们要想实现我们的整个高效的协同 那要去尽量降低人的不稳定的因素的干扰 其实各个企业这块可能目前做的还是比较多的 基本是两个方式 一个就是用机器去替代人 另一个第二个方式就是说 尽量通过一些辅助的防贷方式 可以是机械防贷或者是电子信息防贷 两种方式去降低人的这样一个干扰因素 那么第一个机器换人 换人的目的 我们所说的机器换人 不是说去降人力成本等等 我们强调的是要降低人的不稳定因素 其实这里面我们的建议是要做人机协作 就是通过辅助的方式方法来提高人的效率 劳作效率降低它的不稳定因素提高它的劳作质量等等 目的是什么 是来保证我们在管控上面 我们是基于数据去实现的管控 所以我们的数据要有有效性保证 也就是说在数据的准确性上 实施性上和全面性上要做到 那这一点做到了 我们就更容易从当前的一个控制闭环 我们当前比较粗的力度和周期比较长的管控周期上 我们可能更容易去提升 也就是说能做到更细刻意度和更加实施性的这样一个管控的过程 那这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要去尽量降低人的干扰 那前面提到了如何去更高效地实现这样的一个管控 那么我们不得不从技术层面再说一些发展的一些关键点 因为我们现在当前的环境啊 就是中美贸易战啊等等 就是很多我们的这个技术封锁这个事情出来了 所以说我们可能在真正的工业控制方面 比如说一些物联网的协议 一些底层的这些通讯 通讯技术等等 可能我们要做一些未来的一些防护 所以说在做整个互联互通技术层面的搭建上 那我们给了一些建议啊 就是说尽量实现在数据处理服务这个功能上面要实现模块化 还有模块之间要实现松偶和调用的这样的方式 比如说在数据的封装解析传输包括我们的数据收发两个方式 以及安全和交验等等上面 要去做模块化封装 以及松偶和的这样配合的方式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为了将来的技术升级 因为我们现在IT技术发展太快 为我们的技术升级来提供快速迭代的基础 同时呢也提到了为了防止这种技术封锁卡脖子的事 以免带来一些灾难性的后果 那另外一方面呢 也是我们的企业 包括我们的技术人员 也要积极地开展底层的传输协议 通讯协议的研发 来建立我们中国自己的标准 来防范 去在当前的大的去中国化的背景的全球化趋势之下 来让我们的企业 我们的中国的大环境 还能持续稳定的高速 实际上经济的高速发展 其实这个是有基础的 有什么基础 有我们企业的 有我们市场的规模化基础 因为我们的市场 我们的企业是成阶梯状发展的 无论是从规模 从技术的先进性上等等 都是有阶梯 每一个阶梯单拿出来它的规模都很大 都建设的比较全面 所以说 从这个层面上来讲 尤其是在数据网络安全的层面来讲 其实我们中国已经走的是比较靠前了 这也得益于我们整个互联网的快速的发展 从这组数据上也能看到 在2019年 全球网络安全市场的规模 达到了1382亿美元增速9% 那中国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那中国在2019年 在网络安全市场规模达到608亿人民币 那么在过去四年 增长是相当好的 过去四年增长率全都超过了20% 那么预计在今年也就是2020年 中国的市场规模将超过700亿元 那么我们从整个的网络安全这个全景图上也可以看到 这个技术也是比较比较多的 那在各个这个技术下面 我们有中国自己的企业 这规模发展是非常非常快的 这个量我们目前还统计不了 但是从市面上这些做数据安全的这些企业 这些知名企业上面占比等等来讲 占名占比比较靠前的 只占了市场的7%8%左右 就可以看出我们这块发展的石头是非常非常猛的 那么 这些技术啊 就是网络安全啊等等这些技术 那通过市场的不断的演化 将很快就是为中国的企业数据安全提供必要的基础支撑 那么我们再来考虑我们落地的问题 就是企业如何去规划适合自身发展的路径 前面也提到了 就是大而全的架构 是不是适合你 适合你自己的企业 我相信有的企业是适合 有的企业它不适合 我在一年多以前吧 深度参与了德国一家公司的工业4.0的建设效果评估 这个企业呢是跟SAP是几十年的深入合作关系 它的整体IT的架构都是基于SAP的全功能模块技术之上 做了很多深度的深层次的开发 基本上涵盖了它的全部的业务流程 所有的流程都通过IT系统去走 包括从研发到资源准备到现场的生产 都是通过信息化系统去贯穿的 它的目标也是 就集体显示德国4.0的建设要求嘛 就是目标就是数字丸生 全产品的全生命周期管控 但是在评估过程中跟他们的管理人员去聊 这就是他们的管IT的 他们自己说 他们现在整个公司被IT绑架了 被IT系统绑架了 现在企业的灵活性还是比较差的 流程固化严重 已经跟不上了业务的发展 形成了人去服务系统 伺候系统的这样一个严重的问题 所以说要不要搞大人权的IT架构 还是要结合企业的现状 你是处在一个快速发展的这样一个行业之内 还是一个稳定 稳中逐步改进的这样一个体系 你要去根据你的社会的需求 市场的需求 企业的发展的规划 来去决定你整个的IT的一个架构的过程 那么 包括我们现在的IT的新技术 也是一年每年都有很多新概念出来 有底层的技术 有这个通讯类的技术 等等 那么这些新技术对我们企业的IT架构 尤其是在数据的流通方面 那将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演变呢 那么从社会这个技术发展 一些那个眼光来看呢 其实技术的进步 它是来源于社会发展需求的 也就是说我们IT 要是工业领域的IT的发展 那它往往来与我们工业企业的需求 那从这个角度来分析 那么前面我们提到 庞大IT架构等等成本那么高 那肯定不是我们要的 那我们想要什么 我们想要一些清凉化的架构 快速的上限能创造价值 能跟得上我们企业快速响应的 战略的调整 这样的一个清凉化的IT架构体系 以及能实现在我们企业的管控过程中 更精细颗粒度的升级 这就涵盖了数据流动过程中的实时性 安全性保证 它也要提升 以及在我们在做速度化转型 相信可能很多企业都去想去做 一个新商业模式的创新 也就是企业的多元化发展 那么带来的对IT的技术要求是什么 也就是去中心化 点与点之间的互联 那现在我们很多技术 其实都在往这块去做一个转变支撑 比如我们的区块链 比如我们的边缘计算技术 那再底层就是TSN 等等这样的技术的支撑 那可能很快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些比较智能化的边缘计算层 也就是我们的智能设备 可能会越来越多 那这也会带来另一个趋势 也就是说我们在5G的推波助拦之下 随着我们的云技术的发展 我们有可能中间的管理系统管理层会消失 被我们的边缘计算 也就是说当下比较热门的叫物计算和云计算 这样的整个的新技术IT体系所取代 那么这些新技术也随着快速的发展 它的成熟度越来越高 那它的应用落地的成本也就会越来越低 也就是企业将来可以在新技术的快速应用上面 能得到快速的收益 那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企业的管理的成本会越来越低 那么技术发展其实它随着它的成熟 它需要一定的过程 那也就是说我们构建数字化建设 也要遵循这样一个迅需渐进的科学规律 来做好长期的准备 在一定发展需求的规划之下 逐步来开展 那么企业它落地该怎么去做 那其实我们的建议啊 怎么去做它的成功率更高 先从点开始 也就是说企业里面它要集优势资源 也就是说哪些资源 比如说符合型人才 然后还有去某类 也就是说它的规范性和稳定性比较好的产品等等 去集优势资源从点上 从局部上开始做 并且从管控交粗的科技度上 适合你当前的管控的那个基准点开始 逐步的再去做细化 再去升级 然后建立的这样一个局部的标杆过程之中呢 企业自身包括我们的改善团队 也建立了信心 找到了该怎么去做的方法 然后再进行一些更大范围的复制推广 比如说一些前后工序啊 或者说上下公用链的上下油啊等等 所以说有这样的一个 从点到线到面 甚至于说未来到体的这样一个 逐层递进的这样一个关系 那么最后一章呢 我们就要去强调 互联互通 其实要以人为本 我们为什么要提以人为本呢 我们还是回归到这个话题啊 我们说了好 很多遍 当前新进化投入转型的企业很多 但是成功的很少 效果都不好 那么 基本原因 我们从这数据上也可以看到 就是 信息的孤岛比较严重 就是我们的企业数据不连通 我们的IT跟我们的业务两层皮 严重 系统是系统 业务是业务 那么造成这个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很大一个层面上 是 IT的人去规划的时候 没有出门考虑到业务需求 上了系统之后呢 没有人用 感受特别差 那么 我们想要做好 就一定是要以人为中心的 包括我们的协同 我们前面提到了 要人机高效协同 重构人机的交互界面 就是协同是要以人为中心的 人的需求 你没有捕捉到位 你做信息化建设 那一定 他就 他不需用 不需用 我们的系统就会 形成跟业务两层皮 这个问题就该出来了 那么 我们将企业中的人啊 就是利用数字化建模 我们抽象为三类 那从高 从上到下 其实就是决策 决策者 管理者和执行者 那么我们先要去 分析他们的 核心的诉求 需求是什么 那么对决策者来讲 他就要去 通过利用信息化 利用数据 该如何能快速捕捉 并想要市场的需求 这是他的核心诉求 因为他要去做战略决策 做方向的把握 那作为这个企业运营的管理者来讲 他想 他的诉求是什么 就是 如何更及时 更精细的完成 他的运营的管控任务 执行者 那就更简单 就是如何 我更快 更好的完成 我今天的生产任务 就好了 那么根据这些需求 那对我们的信息化 数字化系统来讲 那该怎么去做呢 那首先对决策 决策层 也就是说 我们希望能利用 我们的数字信息系统 利用我们的数据分析 我们能去获取到 社会市场的需求趋势 以及当前这个企业里面 这些 它的这些组织 它的协同效率 那通过这些的洞察 来为企业提供这样的 一个战略的方向的规划 甚至于说 转型 比如说未来的多元化 发展趋势等等 那这些是最直接的收益 那对于我们的 运营的管理层 那通过信息化 给它提供 一些合理的数据密度 和数据质量的 一些关键指标 然后让它来关注 它的运营 有没有按照既定的规则 去正常良性的 去创造价值 那么管理层 它是人嘛 它的关注力 关注范围是有限的 那就也可以通过系统 去及时去暴露问题 关键点的问题 要及时呈现出来 也就是让 让我们的生产管理 让我们的运营管理 能建立起这样一个 快速响应机制 以及纠偏机制 这样的话 在数字化体系的支撑之下 我们的组织 就会由原的 这样的一个层级结构 可以往扁平化 就是快速响应的 这样一个组织结构方面 去优化 那对于执行层来讲 那最关键的 就是它怎么能通过系统 帮助它能更快 更好地完成当天的生产任务 那一定是一些 更安全 更高效 更人性化的一些 信息交互方式 比如说 我们的职能语音识别 我们的一些穿戴技术 穿戴设备等等 来帮助它 高效地完成人机交互 来减少人的 一些干扰的因素 好 那最后 就是说 通过我们的 这样的一个信息 一个支撑 那么说 就是因此 因此未来的交互 那一定是以人为中心的 我们人的因素 就是不可能完全替代 就是真正的 全自动化 黑灯工厂 没有人的干预的 目前来看 不现实 所以我们暂时 还要去构建 以人为中心的 高效的协同 这样的一个系统的构建 这也是 就最近 各类的AI 一些智能穿戴设备技术 越来越多 越来越成熟 也是因为市场的需求 引导 所导致的 所以说 如果我们在做 新进化 构建规划的时候 能想明白这点 那么 落地的过程 就 就比较靠谱 离成功 成功性的越高 那么这样的话 有人去愿意 用我们的系统 用的多了 我们的系统的 迭代优化 频率 步伐就快了 所以说 这样的话 就进入一个良性虚幻 用的人越多 系统越好 越好用的人越多 也就 能更快的去 实现我们的数据的流动 来更 高效的去创造我们的价值 那最后呢 我们以一个比较 经典的案例收场 那这个工厂 其实是生产一个 就是汽车金属 零部件的 他借助了 这是一个新工厂 他在前期通过 我们的精益化 布局等等 做了一些 规范化的流程 以及标准化的 作业的定义 然后在借助 自动化 信息化 实现了高效的 数据的 点通 串接和驱动 各类流的 协同工作 比如说我们的 工艺流 物流 资料流 等等 串通的过程中 提高了数据的密度 和质量 带来了 很高的收益 这其中比较重要的 是建立了一个 人机信息交付中心 这不是一个 简单的一些 什么BI 报表的一个呈现 它建立出了一个 就是快速 异常响应 机制体系 比如说一些 设备的报警 还有生产 过程中的 质量的异常 物流的异常 等等 这些事件 去通过 我们的人机 交互中心 获得了一个 快速的响应 即使把问题 去解决 快速的恢复生产 这也是 基于我们的 高效的互联互通 来实现了一个 高效协同的 一种体现 我们能看到 收益 还是相当好的 生产效率 提高40% 成本降低20% 等等 好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能对各自企业的数字化建设有所启发 感谢聆听 再见